为了改变能源使用习惯 以及创造新的商机 台阶政府在上个月推出了 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 并将路线图分为两大阶段 首相纳杜斯利安华今天宣布 政府将投入20亿令吉作为种子基金 以推动可持续能源的发展 确保这个项目顺利进行 同时他也强调能源转型 已经不再是一个选择 而是必然的事 继经济事务部部长拉斐兹 上个月推出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的 第一阶段目标后 第二阶段也在今天正式推介 并将聚焦于开发低碳途径 国家能源组合和减排目标 以及能源转型所需的推动措施 首相安华在推介里上指出 考虑到我国目前的脱碳技术尚不成熟 所以我国在能源转型上的进展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替代能源的来源 稳固的区域以及国际合作关系 对此政府将拨出20亿令吉 作为国家能源转型设施的种子基金 以进一步实现混合融资 确保金融资源顺利流向边际银行 或产生收益低于市场回报的能源转型项目 让我国成为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地区领导者 阿华指出 这项能源转型项目的主要挑战是融资问题 因为预计在2023至2050年间 需要至少1.2兆令吉的投资 截至目前政府已经敲定了六个 能源转型领域当中有10个项目和50项措施 其中包括扩大公共交通 加强电网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培训等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